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 时间回到2015年11月5日 当天,英国的多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了 世界上首例婴儿白血病患者被治愈的医疗奇迹 这也是人类首次应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成功不治之症的时刻 咱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可爱的女孩,雷拉 2014年6月,雷拉出生在英国伦敦 而三个月后,医生就通过血液检测 发现雷拉患有罕见的婴儿急性白血病 之后,雷拉便接受了化疗、骨髓移植等传统白血病治疗方法 但是病情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 主治医生随后不得不遗憾地通知雷拉的父母准备后事 然而雷拉的父母却没有就这样放弃她 相反,他们找到了伦敦一家享誉世界的儿童医院 大奥蒙德街医院 并和主治医生商量采用一种大胆的新型治疗方法 来医治雷拉的白血病 这就是法国生物技术公司Cellectis开创的细胞基因编辑疗法 这种医疗技术是近年来才刚刚出现的 之前也仅在老鼠身上做过试验 从来没有在人体上应用过 然而对于濒临绝望的雷拉父母来说 这种医疗技术的出现 恰恰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期待和依靠 于是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 2015年6月时 医生将一毫升基因编辑过的5000万个细胞 注入了雷拉的体内 很快奇迹发生了 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雷拉 在几周后竟然开始快速出现好准的迹象 而几个月后 医生惊讶的从雷拉的检测结果中发现 她身体中原本大量的致病癌细胞已经完全的消失了 雷拉的白血病被基因编辑技术彻底的治愈了 那么这样神奇的基因编辑技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据了解 首先科学家是采集了一位美国细胞捐赠人的一些血液细胞 然后对这些细胞进行了三种形式的编辑 首先科学家往这些采集到的原始血液细胞当中 注入了抗白血病基因 这种基因可以非常精准的靶向追踪 并杀死癌细胞当中的蛋白质 而后科学家又移除了这些血液细胞中的两个基因 其中一个是为了确保这些新注射进来的细胞 不被雷拉的身体免疫系统排斥 而另一个是为了确保他们不被某些特定的药物杀死 好了 了解了医生是如何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治病的 咱们再来看一看它背后的原理 所谓基因编辑技术 就是指对DNA核干酸序列进行删除和插入等操作 目前最主流最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 是CRISPR技术 也被称为Cas9 这种技术被科学家发现之初 并非是为了人类而使用的 它的本质其实是利用了细菌本身就天然包含着的一种 用于对付各种病毒等外来DNA的防御系统 当细菌们遇到病毒入侵的时候 病毒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DNA写入到细菌当中 这对细菌来说是致命的 一旦被病毒写入了DNA就必死无疑 于是为了抵抗病毒的入侵 这些细菌们就会像电影里的FBI特工一样 快速的在自己的数据库当中识别出罪犯 也就是病毒的DNA 并且把这个通缉犯的坐标输入到自己的导航系统里 之后细菌便会派出一位杀手 一个名为Cas9的蛋白质 让它通过导航里的坐标去抓通缉犯 并且会在发现它的时候 通过自己手中的小剪刀 剪断这个病毒通缉犯体内的DNA 以消除它对细菌可能带来的一切威胁 这样一来 细菌的小命也就保住了 这也正是这套CRISPR系统 在细菌抵御病毒的战场当中的工作原理 是天然存在的 而这种听起来就很厉害的系统 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终于被细心的科学家发现了 科学家认为 如果能够实现人为操纵CRISPR这把基因剪刀 就意味着 不仅可以对基因进行人为的剪裁和修改 还可以极其精准地改造任意一段基因 于是兴奋不已的科学家们 迅速开始了各类动物试验 首先被抬上试验台的就是可怜的老鼠们 科学家们选择了一些黑色的小老鼠 并对它体内的七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做了编辑 于是很快 这些本来应该通体黑色的小老鼠 就会长出白色的毛发 在首次实验取得成功后 科学家们便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测试 而后好消息频频传来 科学家们很快发现 只要通过编辑蚊子体内的一条特定DNA 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瘧疾病毒的传播 而对某些植物进行基因改造 就可以轻松地实现品种改良和增收的目的 这还不算晚 2015年时 一位名叫齐磊的华人科学家还发现 CRISPR系统里 那个被派出去当杀手的蛋白质 除了可以用剪刀 做武器 剪除病毒的DNA之外 竟然还能做快递员 向目标传递重要信息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刚才我们讲到了 细菌在攻击病毒时 会把自己体内的一套导航系统 分给这个杀手蛋白质来使用 以便其能够快速地找到病毒的位置 但是 如果细菌给它下达的命令 只是去传递一条重要信息 同时并不能杀死病毒呢 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齐磊在大量的实验后发现 这种理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按照人类的指令 这个杀手蛋白质真的可以快速定位到目标 并向它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 打开A基因 关闭B基因 杀死某个细胞等等 于是 蛋白质在这里就实际上变成了 给人类跑腿的快递小哥了 这样一来 科学家们甚至都可以直接和癌症细胞 面对面的说话了 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发现 如果能够大规模的运用在临床上 人类攻克癌症就是指日可待了 为了表彰科学家们在基因编辑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2020年10月7日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了两位首次发现CRISPR系统的科学家 然而 输了这么多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厉害之处 咱们同时也要了解一下这种技术的弊端和平静 目前基因编辑技术的难点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托把率 另一个是伦理正义 咱们首先来说托把 以CRISPR-Cas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 相比于之前的复杂基因工具来说 效率和准确性都较高 但也会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 托把效应 在使用CRISPR系统进行基因编辑时 一般只需要采集到20个目标DNA序列 就能对一个特定的基因进行定位并定点减出 然而 在生物体内的所有基因组序列中 与这20个指定DNA序列相似的剪辑片段 有非常的多 于是在使用CRISPR基因编辑的过程当中 与导向RNA的靶向目标很相似的片段 也会自动的结合上去 并被删除掉 这就是所谓的托把 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目前 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一种 可以有效降低托把率的方法 因此只能通过不停的检测和对比实验结果 来确定是否出现托把 而第二点就是伦理正义 基因编辑技术自从被人类发现后 就自带了双刃剑的属性 伦理道德的争议从未间断 改变基因信息就等同于修改了天命 尤其在编辑人类的基因领域 伦理问题尤其突出 而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一下 这两年很有名的婴儿基因编辑事件了 2018年12月 中国生物学家贺建奎突然公开宣布 自己成功的为两名婴儿改造了基因 使他们将来可能具有天然的抵抗艾滋病的能力 这则消息一发出 立即引发了全球的争议 医学界和科学界都纷纷的谴责他 违背了基本的医学道德伦理 中国官方也很快对其立案调查 并在一年后宣布认定贺建奎 为追逐个人名利违法进行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客观事实 判处贺建奎三年有期徒刑 目前在基因编辑的学术领域存在一个共识 那就是基因编辑技术会使得人类现有的基因库 发生无法逆转的改变 由此影响到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繁衍 因为基因编辑会逐渐的取代各个物种 在发展进化过程当中的自然选择 如果人类大量的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不断的复制和遗传优秀的基因 并删除掉所有的劣质基因 长此以往 地球的生物链和生物多样性 必然会受到难以估量的影响 总而言之呢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 是一项理念超前的高科技生物技术 是很有未来发展前景的 利用这项技术呢 人类真的有望在近十年内 就攻克各种癌症和不治之症了 然而基因编辑一定是需要一个 具体且全民的制度来监管的 以免被滥用 尤其是在编辑人类遗传基因方面 由于涉及到太多的伦理道德问题 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探索 才能得出一个完美的结论 那么你对于基因编辑技术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一下 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点击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 我是蓝胖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